臉給你那片尾 臺灣這邊還有什麼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輕鬆電台 Chillaz Radio FM96.9 這裡是台日哈什麼 哈哈 我們每次都不一樣欸 超厲害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妮妮 我是那邊 歡迎轉開收音機調頻道FM96.9 就可以收聽到我們的節目囉 是 基隆和部分大台北地區都可以收聽 那我們也有YouTube的直播 然後還有FB的直播 歡迎打開電腦來看我們 手邊的紙片人們 還有很多的演唱會周邊相關的商品 是的那也請follow一下我們的 臉書跟IG臉G 隨時歡迎我們都會隨時更新我們的娛樂新聞 然後偶像資訊還有節目的內容 也隨時來跟我們投稿好不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我們聊那個 日本演唱會一定要這麼浮誇嘛 那我們上次聊了抽票 搶票 然後入會的一些資訊什麼的 還有規則 對然後還有站前那個參戰之前不是 站前 對站前 參戰之前 我今天很愛縮短這樣子 參戰之前要準備了什麼小事物 是的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入場了咧 我們要入場了好緊張喔 那我們 欸我有票 看一下 這是我有柚子的票跟 這個是誰呢我看一下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柚子的票 好可愛喔 那他的票這個是事前先寄給大家的 我的手上的票 他上面票的圖案是柚子 這一次的演唱會的概念 然後所以每張票都會有圖案 就是像我手上這樣 如果是一般普通的票的話 他上面也會有 就比較收藏價值就稍微少一點 如果他有特別設計的話 比如說那個是你左邊 手上他手上拿著票 一張是柚子的 柚子的特別的 另外一張是沒有圖案的是 Bump of chicken的票 在那個全家的那個pot 對全家的那個機台裡面 直接印出來的票 對啊為什麼那個柚子的 他們的設計都好可愛喔 我也覺得就是用心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而且他們譬如說票會直接先寄到你的手上耶 對所以 就譬如說演唱會之前的很久之前 他們就應該要去做這個動作了 那傑尼斯就是一個 只給你QR Code 然後你要現場刷才能刷出票的一個單位 才能知道長怎樣 然後才能知道坐在哪裡 對所以我們也可以順便分享一下 我還有買TOW RECORD的周邊商品 神習祈願 它長得像是一個獄手的樣子 然後你可以在 如果大家影像上面有打開的話呢 你可以在你的獄手裡面放你自己 Idle的照片 然後它的神習祈願就是希望可以開出好位子 那你放了誰的照片 我沒有放照片耶 難怪 難怪沒開出好位子 坐很遠 而且TOW RECORD還很棒的是 這種Idle的周邊它都有分顏色 像是傑尼斯啊或者是桃色幸運草 他們成員有分顏色的話 你就可以買自己喜歡的顏色 各種顏色都有優 好想買一個喔 好啊 可以網路訂一下 網路上面也有對不對 我是直接用網路訂的 在台灣嗎 在 就用 我是訂到日本的轉運地址 然後再寄回來 是TOW RECORD上面的網站還是其他的 我是直接去TOW RECORD官方的網站訂的 直接去訂了之後呢 然後寄到日本的轉運地址 然後再跟我朋友一起把東西帶回來 送給送給送給 喔好耶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入場 是我們入場之後呢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射錄影規定 另外還有拿東西啦 譬如說 拿什麼東西 剛剛講到說那個 你會帶扇子啊 會帶手燈進去嘛 是 但扇子如果是傑尼斯的場的話 你要小心扇子不可以舉過胸口 就是不可以拿起來灰 因為會擋到後面的人 所以可能會有工作人員來勸阻你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個很嚴重的是射錄影 日本演唱會很多是禁止攝影 禁止錄影的 基本上我遇過的都是這樣 除了像Somersonic那種 音樂季之外 基本上要持入場卷入場的演唱會 基本上是禁止錄影的 是 那像是這個就跟韓國很不一樣 因為韓國他們就是有很多專業的範拍 就是粉絲在直接拿厲害的相機 在演唱會上面拍的 很多甚至網路上面你可以看到 泰妍的演唱會片段 然後有4K的畫質 那個是專業粉絲拍的 那他們公司賣什麼 還是可以賣 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但這個就是各國不一樣的文化規定 那你喜歡哪一種 我喜歡哪一種嗎 但我還沒有看過韓國的 所以我不知道實際去體驗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的心情 如果聽眾朋友們觀眾朋友們有日韓飯 都是日韓雙單的話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你覺得哪一種規則會是比較好的 你比較喜歡之類的 對啊 那其實如果真的要去日本看演唱會 尤其是Johnny的對不對 對 真的不要拿出手機 或者是任何可以拍攝的 什麼器具工具來 因為你可能被抓到 真的可能就會當場被請出去 對 如果好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只是被請出去 很丟臉這樣之外 可能你可能永久不能進場了 應該會有這個吧 對啊 我之前有看到推特上面 還是有人分享說 有人應該是把錄音筆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工作人員不知道用什麼樣子 高科技的技術去偵測到這個機器 然後他就被哭 他就哭著被拉出場 苦苦哀求 但是還是被拉出場 我只是不小心按到的 可沒了 不要給我藉口 可能就會出現這種狀況這樣 對對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做好 這動機很明顯啊 他幹嘛沒事帶了錄音筆在身上 對啊 嗯啊 而且其實這樣錄也沒有比較好聽 對 可是他可能想要現場幹 或是想要錄中間MC吧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理解 因為其實我們在MC的時候 很多人會寫report 對很多人會在扇子上面 直接做筆記 對對對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那你可以直接就是拿一張紙出來 開始筆記 反正還是 上飯好辛苦 對 你要顧這個要顧那個 真的 而且很想要第一時間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對 而且不是在DVD上面可以看到 因為可能DVD 它只會揭露譬如說某一場 某一場 的MC Time 對 其他時間他們講的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梗 對 因地質疑 因事質疑 真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好 關於粉絲的遵守規則這個部分 沒錯 一定要遵守規則 而且 如果是台灣的朋友們 一定要做好台灣人的榜樣好嗎 我們是優良的台灣人 真的 真的 那個我之前去小巨蛋的時候 有那個 手機袋 就是它有發袋子 讓你們可以把手機放進去這樣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聽到日本人 有日本飯在旁邊 然後他有講說 哇 台灣有這個 很棒 好棒喔 就直接被日本人稱讚了 耶 但是其實那個 沒什麼用 我也想要知道耶 那個到底有什麼用 用手機袋 這是一個形式讓日本人覺得很棒這樣嗎 我也不曉得 好酷 來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一直到現在 都還不知道那個目的是什麼 還是譬如說有 就是現場的工作人員知道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留言給我們 或是來上我們節目啊 對 歡迎來上我們節目 歡迎那個 主辦單位 好讚好讚 那其實 還有講到說 如果你射錄影 譬如說像是可以 比較能射錄影的現場 開閃光燈什麼的 也是會干擾 舞台上面的演出者 他們演出的品質 一定會 像我們妮妮就是 站在台上那一邊 其實我們在台上看啊 台下在發生什麼事 一眼望去就是很明顯 不要以為你們躲在人海裡 除非東京巨蛋真的太大啦 就比如說比較小場的那一種 其實在台下其實都看得到你們在幹嘛 然後你們是不是臉很不悅啊 或者是愛捆 或者在打哈欠 其實都很會影響到台上的 譬如說主唱們 都看得到 對因為樂手我們是樂手身份 我們是還好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多少會影響到主演 主角這樣子的心情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來看演唱會 記得要用眼睛看 然後用心來應援大家 那如果我想問就是 妮妮身為一個站在台上的樂手老師 如果台下開手機的那種閃 手電筒 然後大家一起在揮的時候 你們看得到台下嗎 那個時候就會被燈光蓋過去 就是每個人如果真的把那個手機的燈打開 就會變成一片燈海 那個時候可能就看不到大家的臉了 就是燈會比較明顯 可是氣氛會很好嗎 氣氛會超好的 其實很多台灣的藝人 其實可能到演唱會中間都會有這個橋段 對現在好像蠻多的 大家都蠻喜歡這個橋段 是 謝謝科技帶給我們應援的方式 剛剛講到說妮妮是那個 會站在台上的樂手老師和聲老師 對樂手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關於演唱會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跟我們留言耶 好唷 歡迎來問我 你願意分享嗎 八卦不行 所以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